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梁广总督卢星祖的闺女是吧 你看我该送你点什么呢 据说你家刚刚装修完了府邸是吧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瞎操心 是不是真上了年纪了 那是为了奴才的儿子被敖拜逼的 好好的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为自己的子女着想 我怎么能不通情达理呢 起来吧 皇上选秀大婚这件大事还要你多费心思 我对皇上你对儿子咱们的心都一样的 你一向聪明能干 可是一到船到湖心 往哪边去可得早有个决断 不然风浪过来 两边的人都帮不上你 你懂了吗 奴才懂 奴才懂 快去忙吧 改天带你的儿子来让我看看 这儿 怒才告退 咱们 combinations 我知道了 别wand 爹 咱走这么远了 到底上哪儿啊 去白沙阵 喳 打开 打开 快快快 你看你 你也有 我帮你擦 我有吗 快 灭 谁 谁 老包子 看见一个格格打扮的人从他经过吗 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哥哥嫂子一早出去了 我们肚子饿了 老包子 这是你媳妇吗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媳妇 我就说嘛 连火都生不起 不知道以后还会生什么 走吧 我怎么看那女的那么眼熟啊 你看哪个女的不眼熟啊 可我看那男的也挺眼熟的 那你看我眼不眼熟啊 没事 没事 慢走 来看看 周瓶啊 周瓶 妈妈妈 我要吃这个 小孩儿来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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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慢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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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这 这干吗这是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要吃给钱 不吃走人 凭什么糟蹋我东西啊 允不对 你骗人 我骗人 大伙都过来看看 我骗人 要不咱们上衙门大堂走一趟 看看大老爷是怎么收拾我这个骗子 跟我走 把你葬事松开 你的饼我全买下来 都过来瞧瞧 过来 这儿有俩叫花子装大老爷的好戏 过过了可就没点看了 来来来 这什么 这么大的银票 我可没见过 我可找不开 不用找了 走吧 那可不行 我虽然生意小 可以同手无期 要不我找这个再画一张给你得了 我要是画的不好 你给我指点指点 真的能画 他骗你的 这最大的客栈在哪 公子爷要打家吗 我得您去 走 我们就从那边过来 那边哪有客栈 有啊 那边有间最大的客栈 里边房屋宽敞 吃喝全勉 还有好多人拿着大号板子 等着伺候老爷您哪 怎么样 是不是合您的胃口啊 我们去吧 我不喜欢这儿 我骗我的 他要带我去衙门 没事 等我一会儿 相信我一次吧 先去客栈 不行再去衙门 你也不想错过一个赚钱的机会 反正这儿这么多人我跑不了 快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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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有热闹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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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 是平时 要是平时 我的鞋怎么能不跟脚呢 走走 走吧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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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糟蹋了你多少张征品啊 有三四张吧 不不不 五六七张呢 这够吗 够了够了 二位 准备住多久啊 二位现在是要喝茶还是要喝酒 小二赶紧给二位准备上等的坐北朝南的豪华客房 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来 不用怕 等皇上来了 他会好好安顾你的 他是好人 你啊 一定要尽快地学会照顾自己 我要跟着你 我答应过皇上 等你办完了事 我就回去临死 我不能言而无信了 我不能言而无信了 我就要跟着你 这次不行 带着你太累赘了 皇上和我一样 会保护你的 我要和你在一起 那我接你出来干什么 你要听话 那好吧 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你终于明白了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 要不然你说的话 我怎么听得到呢 为什么你说的话和我说的话 永远搭不上呢 没有啊 算了 不说这些了 饿了吧 谢老板骗人 想吃妖条家的饼吗 我喜欢他们 好 我就叫小儿准备吃的 然后再上街买些用的 再把你好好打扮打扮 我不打扮 为什么 每个姑娘都要打扮的 以前我每天晚上打扮完了 不是要你那么打扮的 你再也不会回去了 我不会让你回去 皇上也不会让你回去的 可我只会那样打扮 你还要我吗 我会教你打扮的 等我回来 我跟你去 不行 你要在皇上来这之前 尽量少露面 知道吗 嗯 我听你的 那我走了 小二上酒 来了 公子爷 什么事啊 这有没有上好的装表字画的师傅 公子爷 您算找对人了 上至本县的钱大人 还有他小舅子金公子开的绸缎店 那我都说得上话呀 那个 南边涮羊肉的熊老板 还有那个西头的马总标头 还有南边立春院的猪妈妈 我都很熟啦 就算得罪您的那个 谢老板 他还得叫我一声李大掌柜的呀 还有棺材铺的那个老藏头 公子爷 您上哪儿啊 我想表字画 嗨 您瞧您瞧 这就交给我算了 您放心 明天这个时候 我一准给您办妥了 能不能快点 公子爷既然托付我了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老老了 公子爷慢走啊 复乖 赶快给坡墨摘的白老板送过去 快点快点 哎呀 怎么搞得 来京城这么久了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你给人家弄坏的怎么办 来啦 轻易玩四零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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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仙我还以为他们是哪个大宅门里私奔的 新天啊 花茶 看花大花 看花大 你看看这边 别追我 快点啊 快 快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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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事 这么多事 给我上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是来抓你的 你私闯黄陵 踏曲碑文 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别弄坏我的踏骗 你少胡说八道 你少给我来这套 跟你们说不清楚 给我抓起来 你可臭丫头 蒙汗要懂吗 你们两个土包子 你可小兔崽子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早就看你们不像好人 知道这是哪儿吗 京城 懂吗 堂堂天子脚下 你们随便撒影 以为没人管哪 还性敢拘捕 你放开他 我跟你们走怎么样 忘不走 可别听这小子的 这女的也不是山主 万一他要醒喽 咱们可全砸了 不 不能听 你们先绑了我 再救醒他 可以 把他绑起来 上 绑上 喂 我告诉你们 我阿门可不是普通人 你们最好规矩点 要不然 连你们老爷子一块遭殃 死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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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办 我没事 我要跟他们去衙门走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不是说好了吗 你在这等木偶的主人来 听话 保重 走 汪不逃 汪不快 你可不能走 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那丫头忒横啊 你不能放下我不管哪 你这不是手里有刀吗 我 我 回去了 你快起来吧 看你什么样子 只要姑娘心里高兴 我怎么都行啊 起来起来吧 是是是 我都怪小的我一时糊涂 其实那位公子爷一表人才呀 姑娘您也是仙女下凡 多好的一对啊 下次不敢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公子爷四闯黄陵 也算不上什么大罪 三年五载之后 公子爷风采依然 少奶奶玉树临风 要到那个时候啊 没准小的命大 还能喝上少奶奶的喜酒呢 什么喜酒 成亲呐 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 成亲呐 到那个时候啊 你们就可以成天在一块了 再也用不着这么东躲着西藏着的了 谢牙在哪 看 来 看人呢 就在这儿啊 来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是种法库能探视 不过你要啃那个什么的 我们倒可以通融通融 我要见他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是种法 明天就要押解回京的 真看哪 我要和他在一起 行 行 在里面 进去吧 他人呢 他在哪啊 笨蛋 你以为在哪啊 荣若 荣若 你在哪啊 荣若 你在吗 真儿 是你吗 你在哪 是我 你刚才叫我什么 真儿 不是叫你等人吗 你不在身边 我谁也不想等了 真儿 我们生死都在一起 生死都在一起 好 我们生死都在一起 哎 神工卖的鬼叫什么 哎呀 来来来来 您坐 您坐 来给您倒上酒 哎呀 你呀把他从这边 给带到那边去不就完了吗 哎 快去 哎 把这样 这儿 你现在怎么样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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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为什么 我们两个人说话老大不上了 你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从认识开始 我们的手就从未封开过 我们就像这样了 坦坦荡荡的握着 为什么你的脸上多了两个字 还有吗 还有 什么字啊 害羞 还ahh 母娘 让我再靠近看看 这两个字还在不在 糟了 怎么刚才那两个字擦不掉 反而变成三个字 在你的脸上吗 还有什么字啊 更害羞 更害羞 这个啊 是我额娘留给我的 还有这只短笛 它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身边 我要你吹给我听 王大人 你说这世上真有不怕死的人 怕死那是常理 动心那也是常情 可这理啊 是永远也斗不过情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人一旦动了情 那心里啊 就再没有别的地方装别的了 哪还有时间想什么死不死呢 你说是不是啊 我看咱们王头啊 比钱带还要高 高高高 来来来来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 喝喝喝 你们老爷呢 你要请我们老爷 让小弟同理 这性命攸关 少多废话 先陪在哪儿快说 这怎么回事啊 今天下午抓的那个私闯黄灵的小子还在吗 什么 没事 什么 人家来坐牢都愁眉苦脸的 我纳兰荣若来坐牢 皇上来看我 真人来陪我 要知道坐牢有那么多的好处 我早点来好了 我没你想的那么多 但是我喜欢 我还给你带了好东西 从买来就一直放在身上 只可惜这没镜子 前大人 这是黄陵君都统的大礼将军 大臣你好 你们下午抓的人呢 在里边呢 还不快趟快点 好 我的路 快前进 这女帝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把牢房当冻房了 你把这瓜收了人家多少钱 一会我给你算账 没有 你是谁 是 小将恭请娘娘回宫 开门 是 皇上 是 是 多谢你 咱们来圣子见一会儿 你的嘴唇话响 麻烦贵宪把这小子尽快移送信 是是 王头 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 哎哟 今儿这是什么日子啊 各位大人小子可以走了吗 她是我的夫人 你说什么 她可是先帝的侧妃 她是我的夫人 她说的不对 带动 走 走 你是我的夫人 虾子撞鬼了 达理将军 刚才你说什么 原来是干爹 瞎上是什么 把人留下 这 主人说了 他留下 其他人快走 干爹 不是小将我不听您的话 放了这个女的 小将我 笨死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陆姑母 知道就好 那我的主人呢 当然是皇 还带着干嘛 等他领赏吗 放人 是 我想问问 下官可以走了吗 你是这儿的父母官对吗 正是 下官前到手 你快去准备一间安静的房间 其他的不用你管 是是 下官这就去办 你这就去办 你是孔思珍珍哥哥吗 我是 是 那你还认识我吗 你是哪位亲王阿哥 我认不住了 你 你是 你是三阿哥 我现在吃药已经不怕苦了 三阿哥 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一直在找你 你现在是皇上了 我还没有亲政呢 起来说话 皇上 求求您去救救他 求求您了 皇上 好 给您送坛酒嘞 想请我喝酒吗 对呀 我的酒量可比这坛子大 好 那我给您换个大的去 一起喝一杯吧 今天夜太长 好 好 他是个好孩子 剩过很多的男人 我也不想知道你们是谁 可你很有种啊 有种的人死得快 是啊 我看他这一次去啊 是凶多吉少啊 你不想他吗 我知道 你不是平常的人 看不起我这低三下四的人吧 三天以前 我不知道我的心在哪 可是现在 我只想把我自己 浸在这酒里泡一泡 快和我说说 这些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起先不习惯 后来就好了 就这些 那你每天干些什么 想些什么呢 开始拿自己当活人 什么都想拼命地想 因为没事可做 然后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直到最后没话可说了 我就当自己死了 然后一年一年的 就这样过来了 那你在地宫里 有没有亲眼见过先帝呢 我每天陪他的棺木睡 那你有没有见过先帝的诏书呢 你有没有离开过 前天 前天离开过 除了容若有没有别人去过 有啊 什么人干什么的 是乌苏嬷嬷 他每天给我送吃的和衣服过来 是我在想事情 是我在想事情 你小的时候就爱想事情 现在当了皇上 一定有更多的事情要想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很为难呢 是吗 没有啊 其实皇上 不用为我为难 我能见到你们 真的很知足了 我明天就回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也请皇上告诉他 他的话 我都记住了 他的话 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森阿克 看在我们小时候 一起长大的份上 千万不要杀他 有什么过错 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好了 求求您放了他吧 是我让他来接你的 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他了 你起来吧 可是他说 因叫他办完事情 就回去临死 他不会骗我的 我可以保证你没事 但我不能保证真格 不然 我这个做儿子的 也太说不过去了 你懂吗 我懂 你的决定很危险 要是敖拜他们真的闹起来 我很难替你们说话 你在引火烧身 我知道 你我虽然凭水相逢 但我对你没有秘密 偶像出院 是我暗中布置的一个棋子 你们先到那躲一阵 过段时间 我会派人找你 不要走了风声 一切自体到手 我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我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没关系 谢谢大家 上回书咱们说到 关羽关云长兵败襄阳 关云长扬手望天 那是暗无天日 一片愁云惨物 惨了 太惨了 关公回头一看 身后只剩下官平周苍等人 那真是兵不满百 将不过三 少了 太少了 当时摆在关公面前的 有两条路可走 关公手屡美然细细思量 若走大路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若走小路 前途茫茫 未可预知 怎么办 执剑关公 用青龙雁月刀向小路一指 糟了 这下全完了 你先下去吧 你进来 参见少保 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 我让你去迈城 回禀少保 皇上已经出城了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可是到了襄阳了 黄灵塌了 裴灵的娘娘不见了 皇上在白沙镇召见了娘娘 还有内务府总管的公子 也在白沙镇 和裴灵娘娘在一起 他们现在人呢 皇上已经回京 娘娘和纳兰公子 结伴同行 去向不明 你马上就是 皇陵军的总督统了 你先回去吧 谢少保 来啊 在 去传我的将领 告诉萨仁 和其他搜捕兵马 要加紧搜查 碰见这个女的 不要多问 立即斩首 那这个男的朋友 如果他拒捕 格杀无论 是 少保的外甥女 这些女不是还在明珠家 那就让他们家多一个寡妇吧 小姐 这家人真是够奇怪的 都这么多天了 新国爷的面见不着不说吧 我去找他们说话 他们要不就像傻的一样 要不就像脚底下抹了油 好像咱们是他们从外边偷取来的 二奶奶似的 你胡说什么呀 一点规矩都不懂 我看人家对咱们挺好的 什么呀 舅老爷说你又狠又痴的 怕你被人欺负 特别关照我 凡事要多留个心眼 要不我才懒得打听别人的事呢 我听说他家二奶奶来了十多年了 至今也没扶证 还有大管家渤海 对那个新来的切葱丝的那个一手箱 特别有意思 灵灵你说什么 我说少爷 少爷 他怎么了 他呀 最爱吃荔枝了 真的吗 怎么这么闷呢 雨晨 我来看你们来了 二奶奶 二娘 在府里住的惯吧 缺什么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二娘 我很好 什么都不缺 今天天气这么好 开开门透透气 回二奶奶 是小姐不让开的 这比广州冷是吧 小姐把门缝用布条给堵住了 说是啊 怕风把树苗给吹坏了 这是什么树啊 别摸它 你老端着盆水干嘛 是小姐给荔枝树洗澡用的 这就是荔枝树啊 几年前 老爷从宫里拿过荔枝回家 我都忘了什么味儿了 只记得特别好吃 这个树在北方很难养吧 二娘您不知道 绿奴家就在荔枝树旁 既然他到北方能活 我想这棵荔枝树也一定能活 小姐 老爷我们家那的荔枝树可没有在木盒子里头长大的 要不我明天叫老爷请宫里的花匠来看看 你阿玛是内务府总管 全世界最好的花匠都归他管 老爷您太操心了 再过两年你就不用拔了 就是到时候咱们家就事事顺心了 再过两年头全摆了 你还拔什么 老爷我看雨晨这丫头不错 心眼挺实在的 就凭他每天过来请安 他大老远抱个荔枝树来 当个宝贝似的 就是要给咱们新鲜荔枝吃 您说这心眼实在不实在 心眼实在的人更容易说错话 老爷 咱们还跟个孩子计较吗 我说的是欧拜 这丫头 听到的看到的 回去跟他的舅舅一五一十的一说 咱们家就是多根针 他们都会清清楚楚 那咱们还跟防贼似的 防着人家一个小姑娘呀 那有点太过了吧 你这个脑子 要是在外面混 不出三天 全家都得死得干干净净 老爷 如若总算没事了 老爷我就是佩服您 偏大的事也难不倒您 哼 你以为皇上放的出来是白放的吗 你以为欧拜知道皇上放了他 就会装作看不见了 皇上和欧拜迟早要大干一场 这步棋我要是走对了就顶子红 走错了就脖子红 比如这次皇上大婚的事就很记手 我究竟怎么能混过去还没想好 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 老爷 你别吓唬我 我这么说不是吓唬你 我是要你实实处处多加小心 不要等脖子红了的时候后悔 这个时候我那个小兔崽子 不知道又在哪儿跟我闯祸 老爷 二奶奶 欧拜派人来问少爷的婚期 我该怎么回答 以后你给我记住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嘴上一定要叫少保 懂了吗 是 老爷 uğ一下 部分运iments 兼项 Å 茶 麻烦